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来自友人授权 但林太太说那是她跟刘妈妈两人的对话 那截图背景有猫咪可以证明 还有罗姓律师否认替刘向杰辩护 林太太也公布她与罗律师的对话截图 以及跟刘妈妈的对话录音 证明就是有邦啊 痛批刘妈妈舌些心肠 那徐晓星今天回应 坚持录音档是来自友人 那林太太对全貌不见得知道 她先生留言里呢 没有帮忙付律师费 还再三保证不认识林渔伦等等 但认不认识是一回事 徐晓星 刘妈妈跟罗律师是不是同一伙的呢 要营救刘向杰 尤其是刘妈妈在操控整个方向吗 那徐晓星要帮婆婆或是要帮刘家人 也是人之常情 但能扛着立委的身份吗 徐晓星现在改口说了 要判刑才辞立委 这是不是打死不辞呢 不然怎么叫张化县的图书馆下班前查出 是谁在用公用电脑骂徐晓星 还说是网军哦 结果是个卖水果的民众 虽然徐晓星后来改口不告批评的民众 但他呢 他说呢 他只反对这个网军 但他的老公刘燕里反被其底啊 以前疑似当过网军 那这样的一家人涉及诈骗 谎言 涉局陷害 还有网军简直是惊世骇俗 那另外一出剧情重大变化就是 柯文哲在台北市场任内的北市科标案 以及金华城改建案 遭外界质疑图立业者 台北地检署接获民众检举 已将柯文哲列为他字案被告 那全案是朝贪污方向侦办 不排除发动搜索或是约谈 这个柯文哲被出事了 当时的北市府官员逃得掉吗 柯文哲说公布会议记录就好了 但袁大声明说 当时没有谈北市科 是谈内湖 不过北市府官员许建辉昨天说 有啊 袁大代表当天下午两点前就到了 谈的是北市科 没有内湖 这怎么回事呢 到底谁在说谎呢 最近局势发展间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叫来宾 首先是民进党立委王定宇 中江 大家好 好 再是桃云市议员于北陈将军 中江好 大家好 还有民进党政策委执事长王一川 大家好 好 还有国民党立委叶元支 中江好 大家好 再接下来徐清皇 中江好 大家好 再是政治学教授范世平 中江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林玉伦太太 昨天痛批刘妈妈蛇蟹心肠 非常难过 因为刘妈妈一开始都是说要拼无罪的 到后来说刘嘴说要让湘姐无罪 让于伦平还行 我是很伤心的 那这段时间我也都是一个人在家 刘妈妈至少还有她的儿子 她的丈夫陪着她 我是没有的 我还在台北一早就买菜买饭 趁11点之前送中餐进去 然后还要上班养着 我不知道孩子不知道我有 多么不容易跟辛苦 那如果你一开始就知道 卢律师要这么做的时候 那你对我是 蛇蟹心肠欸 对 那因为那里面有一只猫 我觉得很适合我们两个 因为我们家有养三只猫 所以我才把那个东西设为背景 如果今天徐晓星不是从我这边拿到的档案 那请问是哪个友人跟我那么巧 用了一样的档案 一样的背景 这个档案就只有给他妈妈 各路营党还是来自于林家嘛 去跟罗妈妈讲说 你要付钱 因为他们现在要开的是积鸭亭 罗律师说如果不付钱的话 他就不帮忙开积鸭亭 所以我也一边哭着说请罗妈妈 可不可以立刻帮我这个忙 然后帮余伦跟向杰一起出这笔钱 让他们打官司 那后来周刊说这个 你去跟罗 因为后来周刊是讲说刘燕里出面摆平的这条钱 那到底谁摆平不知道 反正总之是刘家摆平的 或许林七是不知情 我不怪他 因为就他的角度来说 他可能有收到 那他可能有传给我的婆婆 那我又有 他可能就会误会以为是婆婆给我的 但事实上面我强调过很多次 是真正的朋友传给我的 那今天我也拿出事实给大家看 那我相信这样子的说法 还附上了证据 就非常清楚了 那这个题目也就不用再讨论了 那个刘燕里的部分 是绝对没有帮忙付任何一笔律师费用的 刘燕里的这个部分 我可以说明的原因是因为夫妻财产共有 所以他付钱我应该也要知道 但刘妈妈的钱是刘妈妈的钱 我不会知道刘妈妈的钱怎么用 好我们看到这个徐晓晶家人呢 设诈风暴演变至今 从一开始呢都是徐晓晶自己爆料 外界物理看花 那到后来呢 周刊前天爆料了 还有被收押的林于伦太太 昨天对外说明 所以整个事件轮廓 是不是比较清晰呢 来先讲益串胸 现在看起来是什么 刘家人包括徐晓晶 在权力设局要推罪给林于伦吗 然后呢 林于伦等于是他本人跟他太太 真心幻觉情吗 好这个案子整个的核心 大家回到刘妈妈的身上 所有的金流都在刘妈妈 去借钱 赢钱来 钱回出去 通通在刘妈妈的户头 如果不是现金 一定是他的户头进出 那检察官也一定看到他的户头 进进出出 所以刘妈妈一定会被叫去聊天喝茶 好 那第二个就是 这每一笔钱怎么进进出出 检察官现在应该搞清楚了 很第一个 第二个 刘妈妈不止金流在他身上 连律师的配置都在他身上 对 律师的配置嘛 今天根据林太太的说法 林于伦的说法是说 之前的案子 之前的案子也是 刘妈妈安排律师 然后钱没有付给什么罗律师 所以你要赶快去付 你如果没有去付的话 现在要开鸡押亭 他没办法陪 陪我们去开 陪那个林于伦去拍亭 还拜托他说 可不可以帮我们付钱 第三个 现在林太太觉得说 我们本来不是同一队的吗 对 律师都一起请了 同一队的 为什么林于伦现在被羁押的时候 十天内没有提抗告 他说按照他对他先生的了解 现在不可能不提抗告了 所以他觉得很奇怪 因为律师跟他讲说 林于伦放弃抗告 那不可能 老公的个性最了解 他们是什么个性 怎么可能会放弃抗告 那不可能 你说放弃抗告 尽管也要挣扎一下吧 也要跟那个律师说 我要抗告啦 抗告没过就没过了嘛 哪有人会直接放弃的 可是林太太说到这去 他就说这有事了 所以他就放弃了 原来所谓的刘妈妈 帮他安排的律师 他就自己找了律师 这个事情还让刘妈妈生气 刘妈妈还跟这个 林太太说 说你请了那个律师 比我们罗律师小 小有很多含义啦 辈分啦 地位啦 能力啦 年龄啦 各式各样的啦 意思是 刘妈请还是大律师啦 对 第二个 他说 他去取次 然后林太太说去两次 你怎么那个律师 才去两次 他说 因为他专门办洗钱了 所以他只要问到 关键字就够了 刘妈妈那个口气 就说你请不到人 原来这个律师的安排 如果都在刘妈妈的身上 诉讼策略 就会一起嘛 就刘妈妈在掌控 对 就会一起嘛 所以后来才会传出刘妈妈说什么 要保留向节 要把事情 推给这个林余伦嘛 那这个 这整个过程 就像这个林太太 昨天接收这个访问的时候 他说得很辛苦的 他说得很辛苦的 他点出了非常多 很奇怪的点 譬如说这一个 这个录音档的这个截图嘛 对 今天许巧新还在说 这个截图跟这个录音档 因为这截图 我们什么时候看到 是许巧新公布的 对 那许巧新说 我为什么有这个截图 我为什么有这个录音档 是真正的朋友传给我了 对 不是婆婆 也不是林太太 好 那我请问 谁有这个截图 这是林太太跟林余伦的对话嘛 好朋友 大家才会去换我们 谈话的界面嘛 我正想后边都背的啦 好 那这个截图只有林余伦 跟林太太有 那林余伦现在要乖嘛 那只是叫林太太有 林太太说 他有把这个截图 跟这个录音档 传给了刘妈妈嘛 所以现在刘妈妈 也有这个截图跟录音档 对 所以截图的背景为证嘛 好 猫咪为证 许巧新说 这个是真正的朋友传 真正的朋友 怎么会有这个截图 不可能啊 真正的朋友不会 真正的朋友 有可能 有可能有录音档 可是不会有这个截图 对 就是假设真正是传给了 他其他的友人 背景不应该是这个 不应该是这个猫咪的 最多得到的是录音档 不会是截图 不会是这个截图 这个底图 第二个这个底图的右下角 右下角没有出现的那三个字 就是他写说 我在青猫沙 我明天休假 后面有三个字 对 叫做 把这个 放在说 我们再放在我这边 借放一下嘛 对 那这个林太太有打开来听说 是什么东西吗 听完就是指这一个所谓的真正 就是刘相杰 可能被他老公 他们之间有口角纠纷之类的 听完之后他说我明天休假 我可以去陪刘相杰 这个意思吗 所以到此为止 林太太跟这个刘妈妈 都是同一阵线 当然啊 大家都是做定的 而且各位知道 刘相杰被抓的那一天 在哪里吗 就在林宇伦家 刘相杰被抓的那一天 在林宇伦家 是不是就是之前他说离家出走 然后住到林宇伦家 住到林宇伦家嘛 所以林宇伦的太太 目睹了刘相杰 也被带走嘛 所以林宇伦的太太 这个林太太才会打电话给刘妈妈 各位记得吗 刘妈妈说 这个刘相杰被抓走 是林宇伦的太太跟她讲的嘛 我们当时来说 基冠你有这个姓吗 你们怎么会那么熟 怎么他会打电话给你 原来刘相杰被带走的那一天 就在林太太他们家 所以林太太赶快通知刘妈妈 说刘相杰去哪里了 这个时候都还是都港国的 同一阵线啊 同一阵线都港队的嘛 所以这个时候他当然还是相信刘妈妈 包括什么 包括去上菜嘛 上菜上菜 给这个刘相杰 教德力来说 如果刘妈妈身体不舒服 年纪比较大 也要是刘焉里去啊 做人滴滴的 这些去用冠 对 做小滴的 你也要上菜啊 而且我看到 送菜这件事情 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送的 只有夫妻啊 或者是什么 自己的家人才知道 他爱吃什么嘛 对 最亲近的人 什么东西不敢吃嘛 你去买那个 假设你是买会客菜 说怎么样 你也知道什么菜买了 他当事人会吃嘛 对 还是你要做什么菜给他 结果这一周你看到刘妈妈 刘焉里 完全没有出现去看刘相杰 为什么 要整个切掉嘛 要整个切掉嘛 就切掉 然后才不会被拍到 说他们去看守所 看什么看什么 对 各位记得许晓晶第一天就说 刘相杰是家里的头痛人物 直接就要切掉了 对 在这里头这个看得出来 现在对许晓晶来说 他只要讲到法律的 都叫律师的写法写 所以他那天才会练出刘妈妈 对 刘妈妈是我们在节目上 不想讲他妈妈的名字叫刘妈妈 我们是这样讲刘妈妈 徐晓晶是他的媳妇 媳妇会讲自己的婆婆叫刘妈妈 对 不可能 可是后来是不是他们刘家人 可能风向也变了 因为后来不是 徐晓晶公布了录音档吗 对 刘相杰也是个被害人啊 对不对 那个可能现在态度是不是又转变了 又转变了 所以这整个的这个 所以我才说诉讼的策略 就是他们在 也在检察官那里 对 现在在面对外界 因为我们有批评过徐晓晶说 你怎么可以对你大股这样嘛 对你怎么这样 然后他又回头来说 其实我大姑是 是被欺负的嘛 所以才有这个录音档三十几秒 对 然后营造刘相杰是一个受害者嘛 受害者 对不对 所以都是徐晓晶在定义谁是坏人 对 谁是受害者 然后这样反复变来变去 刚徐晓晶又讲了一句话 各位注意听 他说 这个刘彦礼啊 没有去付那 付什么钱嘛 付律师费 他说 夫妻财产共有 如果他有付 我应该知道 对 如果他有付 我应该知道 对 对 你应该知道 对 那你也可能不知道 对 没错吧 嗯 我老公如果收6钱 我做妇的 我应该会知道 对 后面会购的 他有去付哦 我不知道 我这几天回去问 我才知道他有去付 会不会又改这样 嗯嗯 是 然后之前那两个五十万 他 欸 之前那两个五十算 他一开始讲不清楚 对 那他不是 那你不是夫妻共有吗 你人家够一百万 一分两档 你第一档 说辞又反复了 那我们一开始说你是现金 用什么人的名字 去领现金 对 到我说不是费款 比赠宇 费款用两档五十万 去费款 对 那说什么有什么 婆婆的什么存折 没人看到那个存折 对 没有人看到刘彦 里面里会五十万的记录啊 对 从月圆之音看到的 都是许小新跟他们说的 许小新 就说这件事情 从头到尾 对 就是许小新不断的变 不断的切 对 处理法律上的问题 就律师讲的 处理政治上的问题 变来变去 那整个人设就崩坏了 对 人设崩坏就是因为前言不对后语 前面的说法和后面说法都不起来 所以是不是刘家仁跟许小新 自己也在转变呢 那现在对于林渝伦的太太来讲 就是最切心的 就是真心幻觉情 本来是这个交情很多年的 这个如今却变成是可能被 涉局陷害的一个对象 所以要请教这个V丸 现在对于检方办案来讲 到底会不会受到影响 包括室友已经在那边 空中在那边公布录音档 要营造出一个受害者 那现在看起来要推罪给林渝伦 那检方的办案是怎么样 也就是说 律小新可以担任一个立委的身份 然后来主导办案方向吗 我先不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 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厌恶诈骗集团 律小新先生的姐姐姐夫 跟那整个家族 涉及帮诈骗集团洗钱 没洗一笔抽10% 金流有的说还流到相关的 不管是柬埔寨相关的地方 那这该办 多少人受害 拨到彰化那边有受害 台北大安区分局有人受害 所以该研办 那在这个办案子的状况下 现在越揭露越清晰 先讲罗律师跟刘妈妈 刘妈妈也就是徐小新的婆婆 不要讲到大家刘女士好像不熟 她贷款加现金 她自己说的还有加上现金 交给要扩大营业 帮诈骗集团洗钱的女儿女婿 对 是借 是被骗 还是知道她干什么坏事 算让她去扩展 然后呢 涉案集团的律师 涉案集团为什么 帮女儿女婿找律师 我觉得人之常情 找到集团里面 其他成员的律师 林玉伦的律师 她也要涵盖 我们就很高 连诈骗集团的律师 都要统一 笼络在手上 那两个收纳境界了 在外面可以自由行动 交换意见 只剩刘女士 那最近我听到好几个律师讲 最近收纳了十来个律师 都是诈骗集团常用的律师 诈骗集团的模式就很简单 我整个诈骗集团 最大部分就最有钱 那一旦被破获 她就会帮你请律师 你知道我们台南上次抓 那个其实国民党 国民党地方党部 这个王文忠相关的 这八十八枪 抓坏的人 都出现大律师 当事人爸妈不认识的人 请了大律师 都跟在旁边 那现在这种集团的律师 他掌握到每一个被告的 因为收纳境界 只有律师知道 讯息整合到最上面这个 他就可以帮助 这个最重要的涉案人 避重就轻 规避风险 所以因为这样子 律师我看最近报道出来 收押了快十个 对 那罗律师是不是这样的人 我不知道 刘妈妈是扮演这个角色 我不知道 我现在只知道 这个诈骗集团 目前收押境界中 谁在张罗律师 刘妈妈 帮我们以前 不会想到这一块 他帮这个刘向杰 帮杜炳 亲人 怎么会张罗到林雨伦的身上 对 林雨伦的律师也包了 帮忙出钱 还听到对方找了律师 还要用话去框他 要听说 你林雨伦的爸爸 帮他找了律师 他那个 林太太忙说 他爸爸很早就过世了 很明显他要框他 为什么会那么在意 不是他亲人的林雨伦 那罗律师发声明 就是说都没有帮什么 刘向杰去辩护 看他对话框 林太太不就说 有明明就有 对话框上面都有 因为林太太跟刘妈妈也都有对话 跟罗律师也有对话 罗律师可能是法律人说 我没有签那个委托书 所以没有我的事 你有没有帮忙张罗 有没有找丁律师 有没有找张律师 有没有找什么律师 处理这些法律上的事物 罗律师你有没有帮忙 我不是问你有没有代理 那这整个集团你弄了 那这是刘妈妈到底什么角色 出钱 出力 找律师 那你到底是被女儿女婿骗 还是借贷 还是你是投资呢 所以现在看起来 反正刘妈妈的角色不单纯 那刘妈角色为什么重要 因为许晓星夫妇的钱 是到刘妈妈这里 如果他妈妈的钱 不管是跟银行贷款的 张罗的现金 是跟诈骗集团 是在知情的状况下给的 你告诉我 这资金到他的手上 有没有被这个罪 这个犯罪行为 被污染到 我不要说你有设犯 这是一块 然后呢 现在来看 罗律师自己的声明 也很有意思 我看这些人都 假讲假落 他声明里面讲 之前的诈骗案 他有帮忙处理 然后有这个 遇到菜鸟 这次的没有了 遇到菜鸟检察官 何文没有收押 禁见 那一段才扯出 他跟徐晓星的先生 那个律师费处理的问题 好 这一段是他自己说的 所以在2022年 2022年到2023年 在侦办上一波那两个 也就是 这个彰化北斗分局 台北大安分局 跟台北市刑大 前一段办的那个案子 你就知道他们有设犯诈骗 对 你设犯诈骗 你成立了一个都根的协会 徐晓星的老公 跟你在那边轮流当理事长 还帮徐晓星 张罗里内的活动 还要送蛋 还要送东西 然后呢 律师费也要跟刘烨林讨论 所以徐晓星的先生 知不知道 他这个刘向杰 有没有在干诈骗的事情 你跟我说不知道 那你前面出律师费 你出阿苏巴来 那刘烨林特别说 否认他有去付那个律师费 就徐晓星也讲了 就是否认的用意何在 如果说是亲人帮忙付 好像也合理啊 亲人帮忙付 那为什么要否认 切割是不是 他要证明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因为他如果知道 他在搞诈骗集团 你钱还过去 那就有麻烦了嘛 所以那个在风险控管 也就是说 就怕火烧上升 就算不是他付的 你跟他一起 组了一个都根协会 两个人轮流当理事长 徐晓星选立委的时候 还结合理事长办活动 两个 那个协会是每一季开一次会 还是多久开一次会 我不知道 就代表他们交情很好的 至少你要帮理事长办那个 送鸡蛋啊 送什么东西的活动的时候 总是要讨论 是 好朋友都不会讲说 你姐姐那案子最近我办的 都没有讨论 所以重点不在 你有没有出那笔钱 而是 这一个留 因为他们家常常改名字 他到底 有没有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你注意看 我最后才来讲徐晓 徐晓星的行为 大概都揭露到 他们知道知道什么程度 徐晓星现在说 他没有 他没有收到律师费啊 他知不知道你要去问他 防火墙之前是挡在什么 叫做 刘向杰女士 结婚后认识的朋友 那这不太乎 那不太乎 那不太乎 要把他们抢 防火墙是放在那里 后来发现 不对劲了 烧到刘向杰了 所以那个就变成 姐夫嘛 姐姐嘛 然后呢 婆婆啊 我跟刘向杰 他们都没有往来 婆婆啊 我们要帮她出利息钱 帮她带电什么的 可是现在又变成 不讲婆婆 讲刘女士 我不知道她钱怎么用的 对 不往后退一步了 对 现在 然后林雨伦 她现在讲不认识 如果按照她讲 她跟刘向杰 自己的先生的亲姐姐 叫做不认识 不熟 对 那你跟林雨伦的不认识 是不是像刘向杰 那样的不认识 对 这大家好奇嘛 是 真的讲那么决绝 我觉得我们现在 台湾有个可怕的人 叫四叉吗 他不要弄出一张相片来 最后就是老 自己的老公丈夫 现在变什么呢 2018年 当网军的事情 不要问我 那时候我不认识他 你会发现 防火墙 退退退退 退到老公这边了 是 然后呢 从有牵涉就离婚 就辞职 现在是判刑在来处理 所以你如果看到 徐晓芯 现在回答这些问题 对 他先生 知道他自己的亲人 在涉犯诈骗 对 应该是知道 那只是徐晓芯 不知道自己的亲人知道 现在推到这里了 对 但对徐晓芯来讲 他现在所有之前说过的话 到目前为止 对 几乎都被推翻了 对 都前后矛盾 你现在大家相信你 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 很难 那一张图档 林雨伦的太太说 那是Messenger的一个 对话图档 对 他说是亲近的人 才会去设 要不要一般 像我们两个 LINE啊干嘛 我们就是通版嘛 对 他说那是他设定的猫 那那个截图 大概只有林雨伦可以截图 还有林太太可以截图 就两个人 还有林太太截图 挂那个阴档 他承认 他给了 刘妈妈 刘妈妈 就三个人有 今天旭小青的说法就说 可能不了解啦 我是从别人那边来的 两个事情 这一段录音 只有两个人可以授权 就是录音的当事人 一个是刘相杰 一个是杜炳成 这两个人 收押觐见怎么授权你 如果不是这两个授权 任何人给你 你去play公开 就违法 对 第二个 这一公开之后 透过律师的交叉 就行程应该讲的 刘相杰只要坚持自己 是被逼的 我是被胁迫的 我是不是就公开串供了 跟谁串供 跟林雨伦串供 跟林太太串供 跟刘妈妈串供 证实指出是杜炳成 逼迫刘相杰参与诈骗集团 那这个串供 就破坏了收押觐见 侦办的部分 而这个 这件事情 不管是有心或无意 徐晓芯一方面 你公布了 这种不合法授权的录音带 第二个 你公布的结果 行程侦办当中 可能有串供的破口 也许你不是故意的 但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是 于将近怎么观察 因为从录音档 因为徐晓芯公布这个截图 是有光晕的 林太太就说了 他跟林雨伦聊天背景 是同一个 如果不是从他这边取的档案 那是哪个朋友 这么巧 跟他用同样的背景 这是一个破口 就徐晓芯是不是说谎 再来 律师的部分 还包括刘妈妈的角色 他说 刘妈妈说 他付了罗律师两个人的钱 就是林跟刘的钱 那罗律师还是 这个刘相杰的 在这段时间 罗派丁律师给林 等于就是说 这个林于伦 他有两个律师 为什么刘妈妈 这么的在意 也就是说 还包括 徐晓芯所公布的 那个录音档 是不是整个 他们在编造一个剧本 一个方向 然后意图要引导 整个办案方向 这一家人都不简单 我们这段时间 在讨论 讨论谁 徐晓芯 她的婆婆 蒋心慈 她的老公 刘艳里 还有她的 夫姐 刘相姐 还有夫姐夫 杜炳成 这五个人 中江你知道吗 这五个人是 中华民国姓名的浪费者 五个人用了十二个名字 都改名字 这五个人都改过名字 五个人用了十二个名字 你可以去找到一个家族 五个人 共用了 改了十二个名字 了不起吧 中华民国 姓名的浪费者 没想到 连她婆婆都改过名字 婆婆都改 所以突然间 你讲到说 蒋美兰 蒋美兰是谁 蒋心慈 她婆婆 她婆婆也改名字 两个名字 这一家人是流行改名字 是不是 我说句实话 有人一生中 改一次名字 了不起 有人为了吃鲑鱼 改名字叫鲑鱼 我不知道他们叫 为什么改名字 改十二次 佩服 那么我讲 这是迷一样的家庭 五个人改十二次名字 另外我再讲到 录音档的问题 录音档是有没有人 逼徐老师 你拿录音档 拿录音档 没有人逼他 他自己拿出来 他拿出这个录音档 并没有证实说 徐晓鑫跟他的先生流言里 跟诈骗的洗钱无关 不是 他拿这个出来是说 要证明一件事 就是 我先生的姐姐 是在家暴的阴霾之下 被逼迫 做了很多 他不愿意做的事 受害者 受害者 营造受害者 这是谁要营造的 这是 这是讲心词 就是徐晓鑫嘴巴里面的刘妈妈 要营造的 要关关林渝伦 不要关到这个 讲心词的女儿 叫刘向杰 因为关到了刘向杰 就怕这个火会烧到刘燕里 烧到刘燕里之后 我徐晓鑫 没有理由说不知道啊 所以我才在讲 他为什么一开始讲说 我涉案 第一次 他说我涉案就辞职 对 那我跟大家讲一件事 现在改口了 我们这边好多民意代表 民意代表的涉案 跟刑事的涉案不一样 民意代表的 我讲刑事 刑事说我的资金有流入 或是我有共犯 或者说我一起来骗 这叫涉案 民意代表不一样 我告诉你 民意代表我们在 服务处接电话都很小心 突然间用电话响 铃 你好 我是于北辰 我也有告诉你 也有跟你讲 那一栋有人在吸毒啊 你要不要去管一下 议员能管啊 我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 笑诶挂断 第二种方式 赶快通知警方 报警 来协助 为什么 我会选择第二个 请警方来办 为什么 如果有人告诉我 说有这件事 有人在吸毒 我说笑诶挂断 第二天 这个吸毒过量挂了 我没有法律责任 你有道义责任 有道义责任 这算不算涉案 就我们民意代表 广义来讲 这叫做 接到了警报求救 而不处理 知情不报 知情不报 没有道义 没有法律责任 那徐晓星 这是不是知情不报 把他摄入其中吗 你先生 每天跟你 睡一张床 对不对 同床共枕 千年修得共枕棉 你先生会跟你讲 最近好烦 你烦什么 我姐姐 被骗了 妈妈也缺钱 在打这个官司 打什么官司 我姐夫好像在洗钱 徐晓星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 把他跳起来 洗钱 这还得了 马上通知警察 查到底 大义灭清 这是第一个 显然他没有 对 第二个选择就 我听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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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没说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请问 还有第三种 还有第三种答案吗 没有了 一个就是大义灭清 跳起来查到底 今天如果是 可是没有啊 今天如果是我的家人 或是定宇哥的家人 有人在洗钱 你认为徐晓星会说我听不到吗 那事后看徐晓星是做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两个没有牵手 在喊迟迟 事情没办法结束 我跟你讲 他绝对追根究底 祖宗八代全部给你清出来 今天换成他的老公的姐姐 听不到 不知道 不晓得 然后最后 他这段时间在念律师稿的时候 有一句话我听了真的是 测心 良心 寒心 如果你先生真的有 有涉案或是被判刑怎么办 多七秒代写啊 那就离婚啊 就离婚啊 多七秒代 就像古代有没有 古代大男人主义 那个男性为尊的社会 你的太太在外面干什么 我修妻 我写修妻书 我把你修了 那个太太就过来 不要修我 大官人啊 你再饶我一次 你现在 徐晓星是要修夫吗 修夫吗 如果出了事修夫 另外我再讲 他以前说他婆婆这一百万 我有汇款证明 我的婆婆拿去还富邦了 还贷款 还这个贷款的问题了 现在他怎么说 那个 他的刘妈妈钱用到哪里 我不知道 现在不知道了 现在不知道了 这笔钱是不是去付律师费 还是要去干什么 他不知道了 之前很确定说 这一百万 就是还给银行贷款 我还有汇款的证明 你认为刘妈妈 存这里只有一百万吗 不可能 不可能嘛 医师娘 可以去帮林渝伦 出律师费的人 林渝都去跟他求救的人 你认为他没有钱 倒要跟徐晓星要一百万吗 可能会缺利息钱 医师娘会缺一百万 不要骗了 我告诉你 所以说他说 我婆婆的钱怎么花 我不知道 但是我确认 我先生没有帮他付律师费 可以不可以维持24小时 或48小时 马上又要变了 徐晓星的说法是变变变 因为这个 说先生没有去帮忙 付律师费 还说呢 这个不认识林渝伦 但是呢 林太太昨天怎么说呢 来看VCR 徐晓星 一开始他就跳出来说 我不认识我们家人啊 我跟他们也不熟 然后他就已经爆出的 律营 林姓KOL 那当然作为妻子的 我很害怕 先生的名字全部出来 是 这件事情呢 我就去跟刘妈妈说 可不可以新闻就到此为止 是 请你的儿媳 不要透露林渝伦的本名 对 刘相杰的妈妈从来都是 很多话 很多字 他这次只回我 不会两个字 是 隔天我先生的名字 全部出来 哇 把这个资料给徐晓星 那是最刚好的事情 因为徐晓星正在食杀嘛 他最需要这些爆料了 对 于是渝伦就 有这个郭真会 抄袭两个人 46.7%的重复率 然后给这个刘燕璃 刘燕璃的 的email 我再三跟大家保证 我绝对不认识 林渝伦 我对林渝伦的知道 所知 就是他在脸书上 经常辱骂我 好 就没有其他的了 那我怎么会跟一个 在脸书上经常 辱骂我的人 交朋友呢 那我的先生 刘燕璃 跟他们过去 都是辩论 全认识的 好 所以会认识 很正常 问我 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 我怎么会知道 他在外面 有什么样的朋友呢 好 我们看到 这是林太太 跟这个许晓鑫 最新的回应 易轩兄怎么看 现在这到底 林太太的这个 说法当中 透露哪些讯息 然后许晓鑫呢 否认再否认 切割再切割 是怕火烧上升吗 今天许晓鑫 再出来谈的时候 他其实只要讲到 他婆婆 他就说 去问我婆婆 对 讲到刘燕璃 他就说 去问刘燕璃 连问他说 刘燕璃以前是不是网军 刘燕璃是不是网军 江湖上都知道 他以前那家公司 不是专门在做网军的吗 大家都知道啊 网军就网军啊 然后他说 2018年 我才结婚 我怎么知道 他以前是网军 这人是假的 你要嫁一个 你老公在做什么 2018在做什么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那现在人家查出来说 比如说像刘燕璃 刘燕璃 你实在很狠 你知道吗 你是国民董的 你现在台中市 在做研考会主委 你介入我们民进董的 董来策算的 你也帮帮忙 你也帮帮忙 我董在董来策算 我们立委在策算 你是研考会 台中市研考会 台中市政府的资 你国民董的 你教我介入 我们民进董的党内出选 这种的如少爷 你董的条 拜托我们这民进董 是台中市的議員 刘燕璃把他叫来看看 说你上班时间在务仙 对 第二 这个是当官 然后还当网军吗 不是 你进董来 我没意见 介入他党事务 介入他党事务 第二 他现在刘燕璃做的这些事情 有去纽约 没有去纽约 律师会有去纽约 没有去纽约 徐小新也说 他都不知道 他什么都不知道 好 现在又问到徐小新说 你教刘燕璃 期间是说什么涉案 涉案 或是什么 起手 或是判刑 他记得说 所谓的涉案就是要判刑 判刑 判刑他才要辞 我就要辞 你如果这个案判刑 你才就没头脑了 你还在辞 那判刑的三十二三次判刑 你看你的认期都已经结束了 所以徐小新这些 现在这几天在说刘燕璃 徐小新这些事情 我是觉得 徐小新现在已经是左右为难 因为法律上他想要缺 不过我可以讲说 左右为难 虽然傅昆琦今天特别给他加油打气 给他送暖 然后他还说 他心情很好 真的假的 遇到这么大的风暴 还可以心情很好 徐小新 现在都每天面对记者 他都没在闪 可是你只要讲到跟法律有关的 他就照顾 如果说到道德上 他就赞 他就赞 他就说 刘燕璃的事情你不要问我 这个我婆婆的事情 你不要问我 你要去问他们 去抓我没关的 我哪有可能就知道 我跟你说 刘燕璃 叫林宇伦 他们两个在介入民进党东南朝鮮的时候 听说都用email 我问你 他平常是对话都用email 我不相信 平常是对话一定有耐的 那我可能没有email 第二个 现在谁看得到那些email 谁看到他们对话的耐 林太太 林太太嘛 所以林太太又是关键 因为林宇伦一家一定有手机 电脑都不靠身一定有的嘛 只要林太太跟刘燕璃 叫林宇伦 他们两个email的书信往来 只要那个信件的标题 印刷大家看 这样是不是形容 林太太其实也是威胁到许小金 许小金如果在乱讲什么话 林太太有可能随时反击 昨天林太太在上那个节目的时候 他本来要把这一个 刘燕璃的email全部念出来 念了几个英文字之后 那主持人说你不要再念了 你不要再念了 那有个字的问题 林太太说我念这个 刘燕璃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那警告他吗 警告刘燕璃 你不要再乱讲哦 你现在大家要找我们老公 你们两个对话哦 你们两个对话哦 我现在林太太我都看得到 因为电脑里面 收件夾来到都有嘛 我记件嘛 我记件备份嘛 所以他们两个公司 第二我跟大家讲 不可能两个人 林太太的 tweeted说 他们两个人 那两个男朋友说话 话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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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 所以代表 我今天要举習亲吻 我两个要开angle 我两个一定要用line 哪有可能在评论时是 一直在传email 不可能 你一句都传email 传email是不是已经传什么资料 email就是档案 档案太大策要用email嘛 不然正常是在問 這個什麼郭震惠 什麼賴慧 現在砍大這兩個這兩個 實在有夠衰 那兩個也不知道什麼事情都沒了 這一種要處理這種 當然是有檔案才會用E-mail 沒有檔案兩個人 然後天使用LINE 是用LINE 這些LINE的對話 有沒有存在林宜蘭家裡的電腦 林宜蘭放在家裡的Nordbook 搞不好Nordbook已經被檢察官拿走 可是搞不好這個 林太太也知道 他老公的E-mail怎麼看 這個Nine怎麼看 所以他其實也在提醒 徐曉星說 你不要做得太好 不要做得太誇張 對 因為徐曉星還說 林太太不見得了解事件的全貌 他還在企圖要貶低林太太 那現在包括林太太都說 有E-mail 然後眾多的這些檔案等等 會不會在下一波爆出來呢 來清皇顯然這一波 這一番林太太的說辭 就是在警告徐曉星跟他家人 林太太其實丟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出來 他丟了什麼訊息出來 他丟的訊息叫做 徐曉星他們的操作叫做政治上大意滅親 但是在法律上是要保護大姑 所以這個訊息丟出來 為什麼要丟出來 很簡單 因為現在他們 林太太跟林玉倫他們現在發現 原來從一開始徐曉星跟他的婆婆 就已經規劃好這樣的訴訟的方向了 就變成是林玉倫要頂罪 但他們一開始沒有這樣認為 一開始覺得我們大家都是一起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三月份的時候 三月份的時候 徐曉星的大姑離家出走 是到林玉倫他家 所以他們一開始還是把 這個徐曉星的大姑當作是自己人 所以才會有 剛剛那個對話記錄裡面提到就是說 這個他看起來 這個狀況不好的時候 他去陪他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政治上 徐曉星說要大意滅親 但實際上在法律上面 你會發現他們做的是保護大姑 要不然幹嘛丟那個錄音檔出來 所以這個錄音檔的內容 跟他婆婆之間有沒有關係 當然是有關係 所以徐曉星在這裡面 你可以看到幾件事情 我們看到至少有三件事情 就是有一個改口跟一個打臉 再加上一個社局說謊的狀況 那為什麼有一個改口 一個打臉跟一個社局說謊的狀況呢 第一個改口的部分 徐曉星一開始的講法 跟現在講法是不一樣的 所謂的講法是說 當大家在面對 要問他政治責任的時候 你要怎麼辦的時候 你們家人涉入詐騙 那你的態度是什麼 你有沒有可能涉入到裡面去 你看喔 徐曉星在4月14號的時候 我們給大家看 這三段就徐曉星改了三段 第一個4月14號的時候呢 這個徐曉星的講法是說 如果我先生有涉入的話 我願意離婚 這個時候講的是他先生 那第二段4月23號的時候 時隔9天 徐曉星的講法變成是 如果我有涉案的話 我絕對會辭職負責 這是他第二段的講法 那到現在最新的講法是 目前最新徐曉星講法是說 如果我被判刑的話 我會辭去我的職位 如果我的先生被判刑的話 我會跟他離婚 那我只問一件事情 涉案跟你被判刑 這兩個之間 是畫上等號的嗎 不一樣 徐曉星覺得這兩個畫上等號 但我們一般人認知就不是嘛 你有涉入到裡面 比如說裡面真的有金流往來 就算到最後你沒被判刑 但你有涉入到其中 而你又沒有主動揭發這件事情 那你當然有政治上的責任嘛 而且前面 剛剛余將軍的論述 其實我覺得可以再分更精細一點 就這件事情徐曉星你可以採取的態度 他的狀況有三種 第一種是我對這件事完全不知情 那交給司法來辦理 那第二個狀況是呢 這個狀況呢 我知道家裡的這個狀況 但是呢 再怎麼樣 他面對到他們違法的狀況 我主動揭發這件事情 可以了吧 那但是徐曉星很顯然 他不是主動揭發嘛 現在看起來呢 他前面講媒體上講說要大一滅親 但實質上看起來 他跟他婆婆之間 面對訴訟策略 他們已經有個方向嘛 否則為什麼會取得這錄音檔 這錄音檔的取得 來 這是第二個我們要講的 這一個打臉打得實在太明顯了 這個錄音檔的取得 你看徐曉星的講法說 這是他從這個真真友人 就他大姑的友人那邊取得這錄音檔 但是呢 林玉倫的太太就打臉 他說我只有給你婆婆這檔案喔 前面為什麼我們要談那一隻貓 因為說真的 中將我們平常真的不會隨便 在LINE的那個對話框裡面 去做這些圖案的設定 所以在這裡面 林太太說他這個資料是給了 劉媽媽給的這個徐曉星的婆婆 這個方向是確定了嘛 那所以徐曉星的意思是什麼 難道是徐曉星的婆婆 又轉了一手給了這個 他大姑的朋友之後 再轉給徐曉星嗎 會搞那麼複雜嗎 這個機率是比較小的嘛 唯一可能就是那個 劉相傑給另外的朋友啦 但是因為這個資料很私密 所以你去注意看看 這個週刊在報導的時候 劉相傑是到林玉倫家裡面去了之後 才把這個資料給林玉倫喔 這是等於是他們林家自己的敘述是這樣子喔 所以看起來 劉相傑給另外的朋友 最多給的是錄音檔嘛 不會有那個截圖 不會有貓的截圖啦 對不對 那個截圖只有他們兩夫妻跟劉媽媽有嘛 那個貓的截圖像指紋 只有林太太 林玉倫 才有的 劉媽媽 只有三個人有 才會有 不會有別人 因為我昨天聽到是林太太親口說 他只有給劉媽媽進訓圖 對 沒有第三個人了 所以這三個人有以外 他今天如果是傳的單純 因為今天許小信拿出另外對話框 說什麼 對話啊 所以是別人給他的 那叫事後創造啦 你那天開記者會公布的圖檔 白筆就在那裡啦 如果你只播錄音 有可能是其他朋友啊 劉相傑給別人 沒有 你還播那個截圖 就那個截圖 又好死不死遇到一個 會跟老公設定特殊截圖的 一看 對 就抓到了 所以那個叫指紋 對 那個指紋 就是這三個人有 兩個沒有給你 你說又不是劉媽媽給你的 然後另外一個飛出來 那個 那個部分 其實如果檢察官要查泄密的話 你可以這樣亂講嗎 去問一下律師喔 對 而且最重要的是喔 你其實從截圖 加上錄音檔的這個 他的劉相的給法 就可以確定一件事情嘛 徐巧新跟他的婆婆 在這個訴訟上面 他們都有一定的方向嘛 這個方向是什麼 這個方向就是保護大姑 讓大姑在裡面的責任降低嘛 都推到他的這個大姑先生的身上去嘛 所以才要播這個內容嘛 所以才需要去剪輯這個內容嘛 所以這點是確定的嘛 好 那再來談一個改口 一個打臉跟一個設局 那設局是設什麼局 這裡面 其實我們就講 周刊這則爆料內容 很多應該都是林太太說的啦 這應該都是林玉倫太太說的內容啦 所以你看林玉倫太太怎麼說 他說這個劉家一直想透過 劉相傑錄的英黨帶風向 把劉相傑塑造成被迫參與洗錢 實際上是因為劉曾經背叛丈夫 丈夫才標罵劉相傑嘛 所以這件事情帶風向 你看連林太太本身都這樣講嘛 講說這就是意圖要帶風向 然後他還提到一件事喔 他提到說劉媽媽 這個徐小新的這個婆婆 常常打電話跟林太太訴苦 每次都超過半小時 要創造革命情感 他每親自 這個林太太也親自幫劉相傑送餐送飯 沒想到卻換來劉家設局與切割 這一段話請問是誰說的 這句話是林太太說的嘛 所以林太太就認為說 這裡面你們很明顯就是社局陷害嘛 可是也可以看出劉媽媽用盡心機 到最後人家發現就是說 原來你想要過河拆橋的時候 原來你想把法律責任 都推給我先生的時候 他當事人會不會出來爆料 他當然會嘛 一定會非常的氣憤 那所以你想想看 這些帶來的對話啦 這些email的資料 這些檔案的東西 他先生的電腦 林太太先生的電腦 林玉倫的電腦 他會不知道嗎 他會不讓他用嗎 他一定知道 所以他手上後面還有資料 那這些資料是等著看 徐小新講了什麼 他要出來回這些資料嘛 然後所以你看這兩天呢 這個他們的那個律師啊 就是跟這個徐小新的先生 劉彥禮 在同一個協會裡面 都市更新協會這個律師 羅盛德 他不是前兩天發聲明嗎 發聲明說 這一次這個劉相傑 跟林玉倫這個案子呢 他都沒有參與 可是你來看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公布給大家看 看來就是這就是林太太所公布的對話紀錄啦 這一邊來注意看哦 這個對話紀錄 來這個LINE的對話紀錄 這一邊呢 就是羅盛德律師嘛 那這邊是林太太自己嘛 所以你看這一邊羅盛德律師 這一邊羅盛德律師寫了哪些話 注意看哦 連日期都有嘛 因為我們LINE上面會有日期嘛 3月28號禮拜四 那他們是3月25號 大概是那前後呢被羈押嘛 所以那幾天開偵查庭嘛 然後所以你看3月28號禮拜四 等於說被羈押之後 那個羅律師傳這些內容給林太太 那羅律師不是說整件事情都跟他沒關係嗎 他沒有去接這個委託案嗎 那他講的話是哪一些 我們給大家看哦 這幾段話剛好看得出來 他有參與沒參與嘛 第一段林玉倫已經有兩個律師 我會去掛珍珍 就是徐曉星的大姑那邊的律師 你來的時候要簽兩張 還有一張是張律師的 但是張律師的還沒拿到 你下午再過來簽好了 這都是3月28號哦 下面劉項杰會有我跟另一位律師去看他 然後林太太這時候回答好的 然後再來這個下面 另一個律師的也拿到了 你兩個都要簽 你今天一定要過來簽哦 早點過來 不然明天看不到他 然後林太太回答好 那我請問你哦 這裡面羅律師在裡面一直提到 就是說有律師啦 有委託你要簽啊 這些內容 請問這樣是有參與還沒參與 超級參與好不好 請問這些內容 我們觀眾朋友 你看到你覺得他是有參與還是沒參與 他聲明說都沒有沒有參與 他的聲明表示這整件案件看起來 劉項杰的案子 然後林玉玉的案子都跟他無關啊 雲彈封信的帶過去啊 但是林太太丟出來對話記錄 顯然他在打臉羅勝德律師嘛 他的意思就是你丟的那個聲明內容 我不認同嘛 所以這些打臉跟社局的內容 那我請問你 他打臉的目的是什麼 他認為現在丟出來 不管是許巧鑫或相關人丟出來的內容 裡面有人在說謊跟事實不一樣嘛 所以他不斷丟這些內容好 那現在呢 等於是有人如果講越多的話 後面錯越多的部分 當然就會誘使讓林太太 再丟出更多的資料嘛 所以中江才剛剛講的我認同啊 對於林太太來講 現在就是看你們講到什麼程度 我資料就丟到什麼程度嘛 你們講一個 我就丟出來打臉嘛 所以等於說這些資料 請問都是什麼情況下出來的 本來看起來都是許巧鑫跟他婆婆 覺得說林太太不會出來 所以他們把整個這個輿論的風向跟法律的風向 帶成他們想要的樣子嘛 但是林太太就跳出來說 這個風向很明顯的 你們就是想要讓我老公去頂罪 所以他再把這些資料一項一項的丟出來 好啦 那丟出來資料越多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許巧鑫從一開始切割他大姑說 沒有什麼三年沒聯絡 跟他這個什麼 這個不常往來啦 被打臉之後是接下去 一連串而來的打臉 然後包括連律師講的話的過程 也被林太太所丟出來的LINE對話記錄打臉 所以這裡面改口打臉設局說謊 在這裡面的劇情轉折裡面 你有沒有發現 當許巧鑫在這裡面越講越多 然後越錯越多 或是與事實不合的時候 現在林太太的反擊開始了 那所以這個輿論的態勢上面 現在看起來 我覺得他要小是很難的事情 范老師我們從這個整個過程可以看出來 原本都是許巧鑫在對外面這個放話 錄音檔等等 營造一個方向 但是現在包括我們看到 這個四叉貓也說了 貼心提醒 巧鑫老公要是忘記什麼時候跟林玉倫接觸 可以翻一下email的收件紀錄 如果信件太多 就從去年5月初開始翻 那因為昨天林太太也要唸出那個email的網址 所以顯然現在整個的形勢是不是已經反轉了呢 昨天這個專訪這個林太太我也在現場了 全程的聆聽啊 第一個我覺得他真的是身心俱疲 然後感覺到很沒有人可以依靠 他覺得很孤單覺得很恐懼 他還講到就是說這個劉媽媽 他至少還有家人在陪他嘛 他就一個人 他要煮飯 煮菜 帶去給這個哈先生 送到那個監獄裡面去林玉倫給他吃 對 所以他覺得他壓力非常大 他昨天都不禁哭出來了 但是我覺得有一件事情是讓我覺得非常感動 他現在還是不離不棄 雖然他先生是這個詐騙的嫌疑犯 再來講他應該是覺得被捲進去了 可是他還是覺得他要站在哈先生這邊 替他做最多的努力 相較於徐曉昕 就是雲淡風輕就是說 那如果怎麼樣就離婚吧 我覺得兩種夫妻的關係 一個是在艱困當中看到了真情 同生死共患難 對 我覺得是 徐曉昕如果燒到他就離婚 對對 就是夫妻遇難各自非的感覺 休了他 對 就是我這個感覺就是很冷 很冷酷 天差地別 對對 所以我覺得感覺是很大的反差 第二個他在裡面談到就是說 他認為這個劉媽媽他就持夜心腸 我覺得這句話是很嚴厲的批評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過去對這個劉媽媽是非常的相信 而且他們還說他們是革命情感 對 本來是肝膽相照 現在變成肝膽劇烈 那為什麼 因為他很相信劉媽媽 然後劉媽媽幫他請律師給他 就幫他付錢 他很感謝 可是他沒想到這其實是個陷阱 劉媽媽媽的好心其實有利用目的 就是讓他的女兒能夠無罪 來讓這個林一輪用緩刑來換 來換這個 等於就認罪 扛罪了 對 扛罪來換劉相傑的這個無罪 那無罪跟緩刑是完全不同的 緩刑是你的罪還在 只是延後處分 而且你如果再犯別的罪 你是有前科的 那是人生的一個污點 你未來你要申請什麼良民證 上面都有住民 你有前科 只是你是懷刑 跟無罪是完全沒有 無罪是完全用立可白 把它塗得很乾淨 對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林一輪想要抗告 他們用各種方式說你不要抗告 警告他 林一輪為什麼不要抗告 他當然覺得他有理由 他的權利啊 可是他三間其口 他的程度 他的條件 他的法律是可以抗告的 他現在自己說回去 那為什麼 是不是有人威脅他 是不是有律師叫他說你不要抗告 你抗不告你就不能扛罪了 你成功了 你出去了 那劉相傑還在監獄裡怎麼辦 就變成說你要給我撐下去 何況我們劉家背後是有勢力的 我們的媳婦是立委 立委可不可以質詢法務部長 立委可不可以質詢矯正署長 這權力很大了 第三個 這個律師還跟林太太講說 案情不能告訴你 偵查不公開 偵查不公開 那在對家屬的 偵查不公開是對於媒體 對外界的 你太太是第一 是一等親 想要知道我先生的案情 你憑什麼說正常不公開 當事人 你是在想遮嚴什麼 所以林太太覺得不對勁 怎麼會這樣 然後我覺得現在有兩個人 現在很貓膩 一個就是劉媽媽 她到底什麼角色 她到底就是一個家屬 還是她在裡面居中斡旋 她跟這個犯罪集團有沒有關係 我現在真的覺得很怪 她角色我覺得不可思議 她跟律師 還有一個就是羅律師 那個羅聖德律師 她角色也很奇怪 這兩個人現在變成 剛剛講過有十幾個律師被收押 我在擔心這個羅律師 到底跟這個案情有沒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少過去講說律師應該是 這個超然的 而且應該是這個各個方面 法律知識充沛 而且道德水準高尚 為什麼這個案 這目前來很怪 說最近這個詐騙案 都跟律師有關 而且律師憑著他的法律的 他的知識 在幫這些詐騙集團的忙 才有十幾個律師 涉入其中 羅律師未來有沒有可能 我起個大問號 但是這個羅律師 我必須要公開一個 司法院的 律師懲戒 副審委員會的決議書 名字就是羅聖德律師 109年 2020年4年前他被懲戒 就是這一個羅律師 是某一家公司的法律顧問 就領這家公司的錢 下面有三個員工 三個員工 好像挪用公款 或偽造文書之類的 結果這個公司告這三個員工 結果羅律師去當這三個員工的律師 律師倫理 兩邊都接 對 就是 他是這個公司的律師 下面被三個員工被公司告 他去當這三個人的律師 衝突嘛 所以所有的內容他都知道 所以被送懲戒了 那這個案子他是不是也有這種角色 也是這種角色 所以我必須要講羅律師 你發了那個聲明說你完全跟 沒有幫劉尚潔跟李宇倫辯護 對不對毫無關係 對 這個到底是不是事實 對 那如果真的要被人家發覺 有啊 那林太太打臉啦 對啊 那那個罪 我發覺律師公會 要不要處理這些事情 對 這個律師 原來是林渝倫的唯一的律師 他放棄抗告對不對 這一部分未必像范老師剛才講的 跟他講人家有權有勢啊 你就不要抗告怎麼樣子 律師沒那麼笨的 被收押禁見的人 他唯一資訊的來源是來自於 律見 律師見面的這個律師 對 他到底告訴他什麼事情 是不抗告 對他比較有利 他等於主導讓他不抗告 可是為什麼詐騙集團 都要控制這律師團 那另外這兩個呢 他們就不斷地喊冤往上走 那這個人就背起來了 所以他用了什麼話術 告訴這裡面應該是 涉案最輕的人頭 林渝倫不抗告 絕對不是直接跟他講說 那兩個比較大尾 他們家做材料的 你抗告會死得慘的 不讓你太太送他給你 他會有一番說辭就對了 他可能就不抗告對不對 對 那這也是林太太發現 為什麼我問羅律師 什麼都不跟我講 說這場不公開不跟你講 把資訊整個封閉 把林玉倫孤立起來 對 所以當林太太另外找了個律師之後 劉媽媽就來套話 甚至要他 那以後不幫你出錢了 好 為什麼劉媽媽你要注意這一段 這會另案偵辦 因為很多詐騙集團律師 最後被壓起來 只是因為這個事情 劉媽媽你記不記得 你為什麼去收回那個 跟林太太的對話 收回 對 收回 林太太是懷疑說 我剛跟羅律師講 說好像要推給我先生什麼的 然後這個劉媽媽 蔣姓如就去收回什麼 要改過向善以後 不要做壞事 就收回來 劉媽媽你千萬不要 把你跟羅律師的對話刪除 也許是有個律師告訴你 要去跟這個林太太講 不要另外自己請律師 那你就可能是被框住了 被騙了 你是受害者 如果劉媽媽是主動 叫人家不要請律師 羅律師也證明說 那都是劉媽媽主導的 劉媽媽叫我用的 換你換蔣辛茹是主事者 所以蔣辛茨 你也是主事者 所以劉媽媽你跟羅律師之間也有對話框 不要隨便收回 隨便刪除 因為這個部分 剛好看到一個被搜壓禁見的林雲倫 從不抗告到後來太太擔心增加新的律師 這中間的轉變 這裡面濾劍應該有些問題 所以說劉媽媽很重要 他就是要把這個林太太包住 不讓你接受不同的資訊 不是我們就露線 因為我們在主導你嘛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 很有意思啊 這個羅律師啊 對他的角色 你剛剛講過嘛 這個劉媽媽去問那個林太太說 聽說你們家就是林雲倫的爸爸 就請了律師嘛 然後林雲倫說他爸爸已經去世了 然後他就問他說 那你怎麼知道我們要請律師 他說羅律講的嘛 就是羅律師嘛 對 羅律師會不曉得林雲倫的爸爸已經去世了嗎 他們兩個是從小一起打辯論賽的 高雄中學辯論隊 從小到大學畢業一直在 他父親往生 他不曉得 我很大的懷疑 怎麼會說一個往生的父親去請律師 他的目的在套話 套話 對不對在套話嘛 好 那再來就是 剛剛講過這個劉媽媽 劉項杰現在今年幾歲 40歲 我們合理估算 劉媽媽媽今年幾歲 大概65歲啦好不好 我們25歲生小孩 670 670 670歲事業應該 早就有房子了嘛 他那個房子也是已經 看起來二三十年的拖肩錯 應該不會有貸款 為什麼要貸款 為什麼三年前要貸款 貸了1450萬 他有什麼極用 所以我一直懷疑 他到底跟 這些集團的 金錢往來是什麼 你有什麼極用 你告訴我 何況 他劉項杰的爸爸 剛剛講過做醫生 不是只有醫生 屏東基督教醫院的副院長 那裡只是醫生 副院長劉思源 副院長一個月拿多少錢 不得了 可能要二三十萬吧 超過吧 他有需要去貸款 一千多萬 是不是因為 可能有些事不想讓 劉副院長知道 他劉媽媽要去自己處理 去貸這個款 有沒有這個可能 不是以他的財力 有需要貸款嗎 都到了六七十歲 這輩子準備養老了 貸款幹嘛 創業 手心穿業人生第二春第三春 不可能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劉媽媽的角色 是讓人家覺得很懷疑 還有這位羅律師 最後一點我覺得昨天 林太太講的一件很重要 就是什麼 林漁倫跟劉頁李冠 他們等於是高中辯論社 高中辯論社 高大學 對在一起 然後他們都是雄中的 然後基本上是幻鐵兄弟 到現在雖然已經畢業了 大家在各自領域 還是不斷在交換情資交換情報 分享他們的心得 特別是對政壇的心得 那但因為林漁倫 他是偏綠的 他是民進黨的 對 所以變成說 劉頁李可以從這邊去獲得 民進黨的資訊 那林漁倫也可以獲得 劉頁李是藍的嘛 他們就互相 在那邊 互相交換情報 所以他們的關係那麼密切 那你說徐小金說 我跟這個 林漁倫完全不認識 但是我覺得這個說法不盡人情 不盡合理 袁氏怎麼觀察 現在整個的情勢 我們說劇情演變到現在 對徐小金比較不利嗎 我覺得沒有對徐小金不利 當然大家聽整個故事會覺得說 真的是這樣嗎 好像還蠻 蠻這個很像戲劇 說劉母怎麼樣透過 跟林漆兩個之間的對話 讓林漆在法律上如何如何如何 這聽起來這故事很精彩 但是這個事情跟徐小金 我覺得沒有直接的關聯性 因為這個再怎麼樣都是 那個劉媽媽 還有大姑林漁倫 林漆之間的事情 那現在好像有 那徐小金是不是幫手 沒有啊 也沒有什麼幫 幫婆婆啊 也沒有特別幫嘛 第一個 大家只說你是幫婆婆 譬如說徐小金 你公布了那個錄音檔 是不是你婆婆給你 叫你去形塑出 那個杜先生很壞 然後劉項姐都是被迫的嘛 但徐小金也有 他也有講嘛 那個錄音檔並不是婆婆給他的 那個婆婆 那個錄音檔是 人家那個截圖背景就是 沒有沒有 那個是沒有 那個沒有衝突的 那個截圖 那個就是07截的 這個我也覺得是07截的 因為那個看起來 右邊通常 我們自己截自己的對話 就是我們的會出現右邊嘛 對不對 所以那個截圖的右邊 感覺是07 那07截這個圖之後 他有給劉媽媽 確實 那但是徐小金 並不是劉媽媽給他的 因為我覺得 你現在卡在 他就好 他要給劉媽媽 下一步是什麼 不是 不是你現在 他要給劉媽媽 但不能證明說 徐小金取得 就是劉媽媽給他的嘛 叫劉媽媽叫他做的 如果劉媽媽給的 有什麼衝突嗎 我也不覺得有什麼衝突 但是徐小金就說不是嘛 那我覺得這也不是說不過去 為什麼 因為大家可以發現說 劉媽媽最近都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希望劉相傑的朋友趕快勸劉相傑離開杜先生 所以他其實會收集 劉媽媽廣傳到處分享 有個人啊 不是啊 他們人關在裡面啊 其實只要分享錄音檔就好 不用分享那個圖檔 你聽我講 他有可能會收集一些 就是比如說杜先生對劉相傑不好的東西 傳給劉相傑的朋友 閨蜜啊 叫他們去勸劉相傑說離開杜先生 這個是本來就大家都知道的事嘛 所以有沒有一種可能是 劉相傑的朋友 從劉媽媽還是從哪裡取得這個東西 然後覺得聽起來很為劉相傑抱負貧 又傳給許小新 又授權給許小新去播有關於 那為什麼許小新要播錄音檔 許小新那時候播錄音檔 其實是要證明就是說 其實那個度很壞啦 因為那個許小新播的錄音檔 那許小新可不可以不要公佈 許小新有公佈的錄音檔 跟沒公佈的錄音檔 或者是他公佈1分41秒 或者是他只公佈後來3 4秒 其實沒有什麼差別啊 那他為什麼要公佈啊 他當初只是為了要證明說 公佈的用意是什麼 他就是只要證明說 其實那個杜先生很恐怖 杜先生很壞 很壞 其實那個錄音檔我有聽過嘛 那杜錄音檔也沒什麼 那你是聽32秒還是聽1分多的 我聽1分多的 那個杜先生跟那個劉相傑說 你都不挺我 你怎麼樣我都有幫你講話 為什麼我怎麼樣你都不幫我講話 然後那個劉相傑說對不起怎樣 然後他說我不要你跟我說對不起 我要這個什麼什麼 當一個前後一致的人 對我要你這個什麼讓我爽 不要讓我想要殺你全家什麼什麼 就是後面 劉相傑有播出來的部分 大家都聽過 就這樣 他用意主要是要講說 這個杜先生跟大家都很不好 羅律師的這個是不是也都是聽劉媽媽的話呢 還說他們共同去討論出一個方向 要營救自己的女兒 這個部分因為薛曉青也不知情 我們根本不可能知情 薛曉青也不知情 薛曉青說不知情 我覺得我說真的就是說第一個劉媽媽她每次住屏東 然後薛曉青她是媳婦也不是女兒 說實在的 就是當然有一些婆媳之間有到這麼熟嗎 每天好像她什麼的秘密 她什麼秘密 然後她都全部知道 我覺得這也是不可能 然後第二個就是她婆婆做的事情 她婆婆成人了 她婆婆該怎麼樣 她婆婆要營救 長輩 她婆婆要營救她的女兒 所以做了一些動作如何如何如何 這個東西要叫薛曉青全部擔責任 我覺得這也是蠻奇怪 你不是叫薛曉青擔責任 來 余將軍 其實我跟原資的想法是一樣的 我聽完1分45秒的錄音帶以後 我的感覺就是這位杜先生好壞 這劉相傑有夠可憐 你知道就是這樣子 那這不就是劉媽媽要的嗎 就是劉媽媽要的 就是要壞壞杜男 我的女兒是被迫的 所以說有了這個社會共識之後 大家有這種想法之後 律師才好辦嘛 才會說其實劉相傑是被杜炳成逼的 他是受害者 所以說劉媽媽就想說 我是要保我女兒 我沒有保我女婿 還有後來的整個的訊息揭露 對不對 要人人放棄看告 那這個其實這個的劉媽媽的想法 跟徐曉青是一致的 就是杜炳成如果是最後這個洗錢的主嫌 或者是一手操控的話 很好切割 因為那不是我家人 都推給杜炳成 這是徐曉青第一次出來 在友台門口被訪問的時候 他講到嚴格講起來 杜男不是我家人 他講得很明白 杜先生 對因為他很清楚 劉相傑要切不好切 他跟你的先生有血緣關係 你跟你的先生又是姻親 他又是你婆婆的女兒 這不好切 所以媳婦幫先生幫婆婆合理 本來就合理啊 所以我才說徐曉青最大的願望就是 讓杜炳成一個大魔頭 大惡魔大壞蛋全部切割出去 然後他婆家的人 包含劉相傑 包含的婆婆都是受害者 這樣就好了 那至於這個林玉倫呢 他們也一起壞 一樣壞 他們都離開 因為這些人跟徐曉青 扒竿子打不上關係 所以說他公佈這個錄音帶 就造成了大家的一個看法 就是杜炳成是個大壞蛋 劉相傑好可憐 劉媽媽好有暖心 就是這樣 可是你有沒有想到一件事 劉相傑真的跟杜炳成切得開嗎 林玉倫的太太跳出來就講說 好狠心啊 當時你講說大家一起無罪的 現在變成說叫我老公去扛 所以不高興不開心嘛 那當然徐曉青就切了嘛 他就講說 那其實我的婆婆的錢花到哪裡 我怎麼知道 但是我的先生的錢 絕對沒有去請律師 各位24小時後大家觀察會不會又變 他之前是不是講我婆婆不知情啊 他還去告我姐夫 他去告杜南啊 你去告杜南 那是一起告啊 跟劉相傑一起告啊 告完以後你還出錢幫劉相傑打官司 這不合理嘛 除了徐曉青案呢 還有另一案峰迴路轉 就是柯文哲在台北市長任內的 北市科標案 以及金華城的改建案 遭外界質疑突離業者 那現在台北地檢署呢 接獲民眾檢舉喔 已經將柯文哲列為他自案被告 全案朝貪污方向偵辦 同時不排除發動搜索以及約談 請教逸師兄兄 這台北地檢 真的會半征嗎 因為這是列為他自案被告 因為有人去告啦 對 那其實 各位發現今天早上到目前為止啊 民眾黨就是一個發言人出來 對 輕描淡寫講了不到一分鐘 然後就說要還當事人清白 說不要政治辦案 不要政治辦案 很難得這樣 都沒出錢就對了 為什麼 因為資訊不清楚 喔 現在這發言人 當然是台北市政府 搞不清楚 都搞不清楚嘛 然後民眾黨 有哪一個人出來捍衛嗎 到目前為止喔 只有黃珊珊 因為黃珊珊是副市長 其他的都沒有喔 你有看到那幾個台北市議員 那四個 有出來開記者會罵嗎 沒有 沒有 然後黃國昌 其他的立委 都沒有人出來相信 只有克文哲說 就會議紀錄公開就好啦 那會議紀錄公開 現在誰拿得到會議紀錄 對 淺蘇培拿得到 許淑華拿得到 對 林延峰拿得到嘛 對 都他們三個在臉書搭來搭去嘛 對 那請問這些民眾黨 那四個市議員 可不可以跟市政府一樣 可以啊 可以啊 那對講法案來說 他最簡單嘛 全部上網 嗯 全部上網 三個黨大家都來看 大家來各自解讀 問題來了 對 柯文哲上次面對這一種 這跟鄭露安揹到 這很緊急的你知道嗎 如果我個人認為就對了 柯文哲對錢這麼膽小的人 你要嫁收幾百萬幾千萬幾億的齁 出現自己的喉頭 他們母的喉頭 他們小孩的喉頭 他們爸爸媽媽的喉頭 不可能啦 他不敢啦 對 可是為什麼這個案子 他異常的安靜 嗯哼 陳佩奇也很安靜 嗯 然後呢 蔡壁魯也很安靜 各位回想 這一個柯文哲發跡的 是MG149 MG149 當時他做什麼事 不要撞大船 對 那很簡單啊 你叫你事業市議員 去向市政府 要所有這個案子 這兩個案子 所有決策的公文 我說連檢書配的 代表這不是秘密了 對 好 打算之後 柯文哲你一個一個 給大家解釋 比照當年MG149 跟他解釋 這公文當時為什麼這樣簽 我的簽根本沒有違法 對 可是現在這一次 各位發現非常的異常 貼出來不是疑點很大 一大堆嗎 對啊 會議主持人也沒有簽名 所以對他對這一個柯文哲來說 現在這一場搞下來 我跟你講 因為旁邊的人也搞不清楚 真的旁邊也搞不清楚 他當時為什麼簽這個 因為柯文哲下面簽了一大堆 都是公務員 而這些公務員現在都在哪裡 都在北市府 都還在台北市政府 對 連那個原大有沒有來開會 當年的主任現在當科長 對 他說原大當時來就是討論這個案子 對 因為這個是昨天 北市府的官員許建惠他說了 有啊 原大代表呢 當天下午兩點前就到了 然後談的是北市科 不是談內湖 可是原大的聲明完全相反 他當時是負責辦這個案子的主任 現在升科長 現在升科長 公務員員出來直接說 我們當時跟原大討論的 就是這兩三個家 不是討論來 對 可是原大那兩個人 那兩個 哇 很勇敢的發聲明 說我沒有去參加那個 我們當時簽名 就是沒有看到頂管的表頭 對 頂管我看你出來 對 這就算盡控 因為原大人數 對 裡面的幹部 跟這樣發聲明 說有開會沒開會 搞不清楚 然後這些公文喔 有沒有簽到 連那個人的名字啊 其中有一個名字 什麼算的那個啊 王什麼騰一類啊 還寫王什麼聖 然後聖還寫兩個不一樣 對 有聖利的聖 有聖人的聖 然後最後一個叫什麼 王什麼騰 來我們看一下內容 因為這許淑華 他泡出疑點說 袁壽稱會議是下午四點喔 市府紀錄是下午兩點 這個原大代表他們就說 他們是四點多才到 然後當日會議主持人呢 林玉宏沒有簽到 然後袁壽的副禮呢 禮當簽名是王 圈騰 但會議進入卻列王 王什麼聖 簽到布 只列什麼王什麼聖 然後會議紀錄 北思科管理公司 並沒有缺席 簽到布卻有什麼 側威公司的簽名 再來 袁壽簽到布呢 被事先印好訪談者的指稱姓名喔 怎麼這麼奇怪 這個簽到布 現在我們版話都知道 如果我有寫職稱 代表這個單位有報名說誰要來 所以這個會議 簽名就是財政局是空的 就是說他只有台北市政府財政局 後面是空的 因為你知道財政局也派上來 可是他知道元大要派誰來嗎 好問題來了 簽到布的那個聖啊 簽到布那個聖是這一個勝利的聖 是那個豐聖的聖 可是會議紀錄是勝利的聖 可是簽名的那個人最後是藤 那我跟你講這很簡單嘛 就是那個人先簽了 簽了藤啊 簽了藤呢 然後呢 這個看到他簽名簽那個藤 那個人在做會議紀錄的時候 就說以為他是聖啊 所以會議紀錄上面寫聖啊 因為他那個藤簽起來很像勝利的聖 貴因錯誤啦 所以很奇怪 欸 教德理來說 他們這是新報名的嘛 新報名簽到布才有名嘛 不然我如果知道是什麼人要來 所以這裡頭兩個可能 誰說謊 偽造文書 偽造公文書 偽造文書嘛 第二個如果沒有偽造公文書 那就是元大 元大發假聲明 這恐怖啊 對 那元大有什麼理由要說謊嗎 元大沒有理由嘛 對 元大有什麼要 有什麼理由要說謊嗎 你也沒有投票 沒有什麼會嘛 對 那元大 元大先發一個眾訊喔 元大跟眾訊說 我如果沒有參加這個嘛 對 第二 價格是這兩個參加的人喔 對 發聲明喔 發聲明說我們兩個沒有參加 他們沒有這三個都無需說謊 那就回到可能是那個會議紀錄 問題那一個會議紀錄又沒簽名 對 簽到不沒簽名 當時的那個副秘書長沒簽名 但那副秘書長現在當然到台中去 對 說現在還沒管 我是台中的服務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案子 要嘛有人偽造文書 要嘛元大 接下來可能會被面臨到金管會 要了解說你們到底是個武士 可是這個案子柯文哲 到現在他沒有認真講喔 對 他還說 啊 我跟你講啦 不用再查了啦 我建議你們不用查 他都沒有針對關鍵回答 不是啦 你的案子 你的案子 大家這麼多發言 你跟我講 欸 我建議你們不要查了 那你就是建議我們查 你如果建議我們不要查 你應該說 你去查 我沒在怕 這樣我就說 喔 這樣有很多 百個五 又查可能沒有東西 對 有的動作你說 我建議你們不要查了 這句話就是在跟人挑釁 說你不要查 你叫我們不要查 我們就更想查 對 查下去 會不會拍康呢 無緣怎麼樣看 這到底是誰說謊 是北市府官員說謊 還說元大有什麼樣的理由說謊 因為我們看到 資政媒體人陳米鳳 其實他在禮拜二 在我們節目就已經說了 元大其實內部非常不爽 他就說元大代表林王兩人 當天兩點在公司開會 那時候根本還沒有出現在 北市府 4點才去市府 然後談的是當天早上 被通知流標的內湖數位BOT案 且根本沒有見到千道鋪上的林玉宏 注意喔 元大是儘管會要管